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前线新闻 我是谢可荣 现在您从疫情看起 顺雷是七天零本土 不过台北国小又拉警报 因为打完两极莫德纳的华航女知诗 遭到突破感染 同住女儿两名小学生 两校两班都预防性停课 担心是Delta病毒 10月6号新增5例境外移入 其中一人就是40多岁 华航女副机师 9月23到9月26派飞美国安克拉治 接着回家后检疫5天PCR阴性 返家后接触家人 10月3号派飞新加坡 到了10月5号PCR阳性CT值33 隔天再一验CT值降到22 N抗原阴性S抗体阳性 研判是刚感染 刚发病 而与他同住的两名小孩 因为是密切接触者 所就读的国小班级 都预防性停课一天 该名学生经学校调查 他在10月4号星期一 10月5号星期二 这两天都有到学校来上课 小学生周三只上课半天 家长中午急着接孩子回家 虽然不同班 但还是会担心 北市大安区B国小 一个班级预防性停课 接触28名学生 扯林队8名学生 课后班12名学生 和9名老师 女副机师另一名小孩 则是读文山区的A国小 虽然全校都放学了 但下午还是有社团课程 小学生照常在校内活动 A国小又一个班级停课 接触同班级学生28人 其他班三名学生 和12名老师 另外某家文力补习班 也匡列班级学生12人 和老师两人 接触者都采取加强版 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这名确诊的女副机师 她的四个同住家人当中 包含两个读国小的小孩 索性她们所有人PCR采检 都是阴性 这个机师妈妈不晓得是在美国 还是在新加坡被感染 数据上看起来 这是一个境外进来 然后潜伏期比较长 两个小朋友都是姐妹 为什么这两个小孩子 分别读两个不同的国小 因为有什么才艺班 这名华豪女副机师 已经打完两件莫德纳 属于突破性感染 也是国内机组员中的第四企 对此华豪说 该机师是执行长城线货机 目前同机组员筛检都是阴性 而女副机师是否感染 变异株还要等精英定势 TVS新闻的男红就会看不到 但郭台铭催货再传好消息 预估明后两天都有BNT来台 到货突破了500万大关 进度超前 让指挥中心乐观宣布 10月22号以后 有机会所有年龄都能施打 还在等BNT疫苗的民众 好消息就是现在 郭董在脸书公开宣布 除了9月底10月初 一大波140万剂之外 10月7号跟8号 预计也会各来一批 总数达到160至180万之间 超前进度 如果说有在持续有这个BNT来的话 我们在就往47岁以下开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整个年龄层都包括住啦 言下之意 年龄层全开没问题 预计10月22号之后 已经登记BNT的民众都能打 根据资料 第11期疫苗意愿登记 AZ有93万人 BNT则是113万 包含47岁以上 12到22岁 以及23到46岁的第9类 专人想坦言 要在7天内打完已经是极限了 才会把BNT全开定在第12期开始 至少对23到46岁的青壮年来说 接种日期有个底 也算松了口气 目前 这些开完之后就差不多了 应该是 应该都是 目前还是以第一季为主 目前国内BNT有332万剂 加上本周最多到货180万剂 就会突破500万大关 第一季都打完了 是否会加速第二季的接种 或开放混打 指挥中心仍不松口 但若接下来还是维持周周到货 甚至像郭董说的 到货量比预期的快 指挥中心在施打政策上 或许也应该超前部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是疫苗引发了状况吗 达文莫德纳一个月后 台北有名有糖尿病的 57岁男子 突然脑中风 瘫痪昏迷 儿子强调 爸爸没有心脏病的相关疾病 病史 怀疑跟疫苗有关 躺在担架上 就连呼吸都有困难 忍着胸痛 在医护人员协助下 送往医院 没想到原本还能正常对话 住院后隔没几天 竟然失去意识 今年57岁的陈先生 患有糖尿病 双腿截肢 儿子控诉 爸爸原本好端端的 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 儿子不解 明明没有心血管疾病时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并发症 8月3号 医护人员到家中 替爸爸施打莫德纳疫苗 一个月后突然发烧 想吐 过了几天开始胸痛 呼吸困难 紧急送医后 院方第一时间判断 是心肌梗塞 住院治疗 没想到接着脑部出现血块 身体左半边 中风瘫痪 住了半个多月的家户病房 但至今还是意识模糊 儿子说爸爸虽然是身障人士 但平时身体状况良好 还能骑车到处旅行 已经提出疫苗接种 受害救济 但要怎么认定 和疫苗的相关性 其他的医师说 得经过一连串评估 那可能必须要采集一些检体 或者是一些像是 有疫苗引起了免疫反应的 一些佐证 才有办法认定 可能跟疫苗 有直接的相关性 如果家人遇到类似状况 家属可以向接种地的 卫生区申请 接着卫福部会调约病史 并由审议小组开会审查 六个月内会告知结果 最高可以得到六百万理赔金 但爸爸突然握病在床 妈妈只能放下工作 请长假全天后守在医院 做儿子的 只希望父亲可以赶快 恢复健康 回家团聚 TVBPS圈 蔡明雄国瑜 特别保读 另一期以为桃园 又有水泥车闯祸 在等红灯时候 硬事先死角 没注意到呢 有名机车的女骑士 骑过来 停在前方 只有绿灯一起步 直接撞倒 幸好只有腿部骨折 算不幸中的大幸 下半时间 路口车流量不少 有名女子从路口骑机车出来 逆向骑在车道上 准备停等红绿灯 不过他没有停在机车等待区 而是直接停在内侧车道 一辆混泥土浴板车左前方 多辆车子和公车 和他擦肩而过 相当危险 下秒绿灯了 混泥土车驾驶 根本没看见他 直接起步 他就这样连人带车倒地 驾驶发现不对劲 急踩煞车 这辆机车卡在车头底下 骑士倒地还好没有被直接碾压 紧销接货报案后 赶底现场将他送医 右腿进骨骨折 5号晚上6点多 梁姓女子在桃园卢竹区 新南路一段 与南坎路口停等红绿灯 不过他不止逆向 停等时还越过停止线 更危险的是 直接停在混泥土车前 驾车请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并应随时注意前车状况 以免因一时疏忽 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 双方九车直接为零 梁姓女子右腿进骨骨折 经送医抢救后 没有生命危险 大行车视线死角多 用路人行车时 最好还是离大车远一点 尽量保持距离 避免事故发生 TVBS新闻 廖宗亲李嘉燕 桃园采访报导 但高雄沿海路 被封为最恐怖的夺命断魂路 一星期发生两起死亡车祸 包括了汽车骑士 被货车碾毙 还有两台大车 把小车变成了夹心饼干 驾驶人受困惨死 沿海一路梯子路口 车好多 货柜车经过 一辆机车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经过的右路人 有人停下来 打电话叫救护车 大小车不断穿梭车阵 终于等到了救护车 但遭碾毙的南骑士 明显死亡 来不及挽回生命 5号的下班时间 机车骑士要返家途中 遭大货车碾毙 事实上类似的车祸 沉出不求 因此高雄沿海路 被称为是最恐怖的路段 大车呼啸而过 这是高雄小港沿海路的日常 不时看到 明明变红灯了 货柜车还加速硬闯 大小车争到的景象 总是上眼中 同样在沿海路 5号发生南骑士遭碾毙 9月底两辆大车夹击 小客车便夹心饼干 驾驶身亡 一周两死车祸 时间再往前推 9月中 一辆在钢卷的连结车转弯 极顿重的钢卷掉在马路上 车头被压扁扁 光统计今年为止的交通事故 沿海一路到沿海三路 就有百件车祸 其中沿海二路最多 大行车违规 警察栏下直接取缔开单 由于沿海路属于 易兆式路段 小港警分局加强取缔专案 提高见警率 今年取缔超速9412件 闯红灯超过1800多件 大行车违规也有2000多件 针对它的路段还有时段 做情务规划 加强取缔 重违规 尤其是大行车的部分 高雄小港区重工业工厂多 大型车辆进出 政府规划国期高速公路 最快117年才完工 这中间的过渡期 必须有改善计划 总不能拿人命开玩笑 TVBS新闻爱招贤 宋佩文高雄报道 台北则有名游览车的司机 被指控肇事逃逸 他却认为遭到栽赃 到有行车记录器才发现 单车女学生的钻车缝 自撞旁边叫出以后倒地 却怪罪别人的错 游览车直行右侧同方向 还有一名女学生 骑着U-bike 突然间女学生 撞到路边停车的休旅车 倒在马路中央 游览车司机 隔天接到了一通电话 让他非常惊讶 才自己当起柯南 调阅行车记录器 PO网自清 自己说5号 他突然接到警察来电 被女学生的家长报案 说他撞到人 然后肇事逃逸 但他一直回想 没有跟任何人有发生碰撞啊 想到当时还有另外一辆游览车 跟在后头 马上调阅行车记录器 看了画面 让他更惊讶 只称女学生 紧跟在大车旁边 使用生命在骑脚踏车吗 并且补充 影片中很明显是 他自己撞到路边车 司机相当无奈 认为自己被栽赃 不过骑U-bike 如果发生车祸 还是有基本保障 现在骑U-bike 只要你的卡片 是有登记实名制的 无论在实际上发生车祸 死亡甚至是住院的话 都可以凭借着一楼单据来申请保险 最高可以申请到一百万元 但不管赔再多钱 也不比生命重要 不管开车骑机车 还是脚踏车 事前时时刻刻 都要注意交通安全 都比事后 找肇事原因更重要 TPP信用李洁 陈英人台北综合报道 政治头条 面临罢名投票的立委 陈伯伟 十年前肇事逃逸 遭判刑九个月 缓刑三年的黑历史曝光 虽然坦诚疲劳驾驶 不认为爆料是抹黑 但是恐怕对选情造成冲击 少了从前气势 陈伯伟直接强调 这次对他的指控不是抹黑 而是他十年前 真的教室逃逸 这个就真的是疲劳驾驶 这个很难去跟你 模拟当时的情境 所以你那时候知道 你撞到人吗 坦白讲 我在笔录上面是坦诚不会 就是说我所有的事情 我都认 但是其实当下 真的是没有很明确的 那种感觉 因为 这个实在是不要 需要这么细节 对于当时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撞到人 陈伯伟仍然没有说清楚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拿出资料爆料 陈伯伟十年前在高雄 开车撞伤歧视 犯教室制人伤害逃逸罪 除有期徒刑九个月 换行三年 接受法治教育 那个时候的我 还不是那么成熟 凌晨六点的状况 因为那应该是连续 好几天的加班 到那一天的时候 完全是疲劳驾驶 不断强调自己工作很累 才会发生事件 不过第一时间团队却说 陈伯伟是主动到案 遭到打脸 他是逃逸之后 警察掉了监视画面 才把他传唤到案 这是早上六点多发生的案子 如果是晚上 他才去警局说明 九册值当然是零啊 所以我老实说 九价的部分 我不会去质疑 外界质疑 黄阳明有目的爆料 但他说 其实一个月前就拿到资料 只是经过反复求证 现在才曝光 而且自己不是罢免方 我们有想过他烂 但我们确实没想到他这么烂 所以他真的 不适合作为一个立委 罢免倒数关键 陈伯伟被曝 曾经肇事逃逸 恐怕再度让 选情升温 TVB新闻 中秋彩为台北报导 对陈伯伟 肇事逃逸的车祸 赔了和解金40万 当年爱壮其心的现在 80几岁了 留下不少后遗症 却有得知当初赵逃的 是陈伯伟 气得大骂他 教坏小孩 太太已经在一旁叫人 不过老先生 人坐在户外椅子上 好不容易站起身子 却是步履满山 行动相当缓慢 因为这都是十年前 发生车祸后 留下的后遗症 眼前的白老先生 已经80几岁 原来他就是十年前 在高雄市区 遭立伟陈伯伟 开车撞伤的机车骑士 喜欢到处兜风的他 原本还能骑乘机车 爬爬走 现在只能换成单车 行动明显受限 陈伯伟当时开车在一星二路 游西向东行驶 没想到来到路口 撞上的老先生 但没停止 而是继续往前逃逸 这场发生在一百年九月底 清晨六点半左右的车祸 原来当时陈伯伟开着车 突然在巷子口变换车道 老先生正要穿越马路 准备回家 当场被撞倒在地 没想到陈伯伟继续往东行驶 没有停止 还好当时有邻居看到 赶紧通知家人并报警 才捡回一条性命 当时七十几岁的老先生 送医检查后 有颅内受伤 硬脑膜下腔出血 住院一段时间 才终于能够返家 而警方也掉落附近监视器 巡线找上陈伯伟 虽然当下 他承认赵陶 但事件拖到隔年三月底 几乎是过失伤害追溯期 最后期限 才跟家属达成和解 十几年前的肇事车主 如今成了立委 邻居惊讶之余 更对当初的肇事逃逸 仍无法谅解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台北一家K金回收店发生 亮枪惊魂 因为要典当的金氏 鉴定出是假的 拒收 被朋友却离开的男子 面子挂不住 居然激动掏枪 店内客人莫名其妙 吵了起来 情绪还异常激动 店长急忙走出柜台 劝架 但下一秒 待遇父母的男子 突然起身 手上还握着一把手枪 指着对方 黑衣男吓得逗退撸 连店长都躲到柱子后面 双方越吵越凶 就怕一不小心 枪支走火 后来持枪男又坐了下来 手上依然握着枪 似乎是发现 外面有警察来了 才赶紧收进包包里面 这使原警走进店内 但店长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该怎么求救 最后等人离开 才和警方说 对方有枪 警方一听到有枪 立刻冲出去抓人 短短五分钟 就在附近巷口 逮到两人 示范在台北市一间 K金回收店 五号下午五点多 有窃到毒品前科的 成型男子 拿金氏药来换钱 没想到店家 一侧发现根本是假货 同心有人觉得羞耻 劝他快走 但男子坚持这是真的 还怀疑有人和店家串通 不给他换钱 才会举枪恐吓 拿出精密仪器 把金氏放在中央铁片上 盖上盖子就能测出金氏中的含金量 是真是假 马上无所遁形 就怕有人拿镀金的假货来 金氏回收店通常都会放有测试仪器 当着客人的面前测试 保障双方权益 这回男子带假货来被戳破 更小登上去 拿出手枪指人 幸好确认只是玩具枪 被依社会法送办 店家一度以为要抢劫 实在饱受惊吓 而新北埃罚12000的骑士 指控检举达人 引诱违规 刻意报复 因为行使途中 被马三字经 停车理论后 不然被对方 拿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检举 一辆白色轿车正在停车 画面右下角骑士 靠左闪避 下着大雨 又是雨衣 又是安全帽 骑士听到好像有人按喇叭 而且在骂他 停车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口角一触即发 就怕停在路边影响交通 刚好前车骑士 饱先生的家就在一旁 双方协议到地下试坛 对方下楼却突然跑走 以为没事了 但过没几天 饱先生受到罚单 原来是被对方检举 在行驶途中 渔车到暂停 得缴12000元罚还 违规点数 更得被调扣牌照六个月 而且是他设计 因为他如果不骂我 我不会回头 你懂我意思吧 他被我被骂一定会回头 10个有10个会回头问 你为什么要骂我 事发在四号傍晚五点多 板桥国光路上 不过饱先生质疑 原本单纯的行车纠纷 怎变如此 感觉上被报复了 类似案件不止一起 银色轿车走走停停 后车按了喇叭 驾驶停了车后下车 也因为被检举危险驾驶 但他疑似是车上载着生病 小孩要去看病 一边安抚才会一直踩刹车 因此驱上罚单 民众若碰上同样情形 该怎么办 骑车开车难免遇到纠纷 以为已经解决了 却遭检举收到红单 满肚子委屈 只能申诉还自己公道 大陆军机频频扰摇台 拜登说跟习近平 都同意遵守 台湾协议 但蔡总统今天向对岸喊话 要北京当局有所节制 避免擦枪走火 共激扰台次数 李创新高总统 借民进党中常会 向对岸喊话 在这里我要证告北京当局 务必要有所克制 避免擦枪走火 证告北京当局 总统延续前一天的投书措辞强烈 只是总统的捍卫 是否也因为有美国相挺 毕竟从3号起 先有国务院声援 紧接着白宫也说 会透过私下管道 向北京表达关切 5号拜登更进一步透露 他曾跟习近平聊到台湾关系 但等等 拜登口中的台湾 agreement 台湾协议又是什么 是我方新签署的吗 还是那是美中之间的新协议 外交部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 分别在台北跟华府向美国确认 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不变 府方也说跟美方确认后 美国将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 及乐项保证维持对台湾 坚弱磐石的承诺 换句话说 欧方政府认知的台湾协议 就是目前美方对台政策 而这台湾 agreement 也是自拜登上任后才有的词 社外人士私下分析 看看各外媒报道 协议agreement的A都是小写 代表只是统称 但如果A便大写 这有可能是新签署的协议 拜登的台湾协议 让我方一度很紧张 TVB的新闻 李国正气宽柔台湾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